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來做安裝避震器分享的車種比較特別 這台我們記得是沒有機會跟大家錄影過 這台是Toyota Camry的8代 自從8代之後就改成進口的款式 而且底盤算是一個大躍進 這個世代的底盤就變成是TNGA的底盤 那車主的話其實也已經改了一些東西 譬如說這是18吋的前後配的鋁圈 這是拆下來的避震器 它的後面懸吊系統已經跟5代、6代、7代完全不同了 後面已經改成是彈簧還有避震器分開的形式了 也就是所謂的TNGA的底盤 那可以看到它前面一樣是維持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它上座的話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這要特別注意 它的上座有特殊的斜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前面還有後面的懸吊系統 安裝的狀況 這台呢是2019年款 車頭也很漂亮很流線 然後引擎的話呢是2.5升 那上座的部分呢 剛剛鏡頭帶到的部分 上座的話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我們從這個角度就看得更清楚 它跟上座不是平整的 它是有一個特殊的角度 那KT的話呢 有專門為這台車呢 做出一個特殊的角度 也有附上座 所以呢 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直接把我們的上座 鎖到原廠的上座上面就可以了 那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LOGO呢 就是在調整阻尼所使用的 而且這裡呢 黑色這個就是我們所使用的 指推軸層 上座的軸層 這個軸層呢 還是用日本 KOYO的品牌 那這裡的調整鈕呢 它可以旋轉軟硬 往順時針的方向 它有一個H的LOGO 往順時針的話呢 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S的方向 SOFT就是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呢 可以做調整 那這個上座 這台車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它的上座的斜度呢 是特殊的 要特別注意喔 這是KAMERY的八代 好 那前面的懸吊系統 其實跟漆帶是差不了多少 可是仰角的固定孔 還有一些細節的話呢 是不太一樣的喔 所以不能直接流用漆帶的避震器 那離載算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所鎖點呢 做的跟原廠一樣 所以離載算呢 不用改強化 那也不用改短 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算就可以了 那這裡有一些 這個算是 ABS感應線的扣具 它有一個固定扣具 那這裡有油管架啦 還有ABS感應線的扣具呢 這個都是KT做專車 這台車喔 八代專車專用的規格 那主尼有的部分 我們所使用的主尼有 是義大利呢 一整桶進口的IP的主尼有 油品的穩定度呢 相當的高 那單價的話也比較貴一點 油封的話使用的是 日本口誘的油封 所以它的穩定度的話 它的耐用度都相當的不錯 那預計今天的車高喔 這台剛剛改了18吋前後配的鋁圈 前面大概是四指幅 後面大概是五指幅左右 所以預計等一下降下來的車高呢 大概是會落在兩指幅 前面兩指幅 後面也大概是兩指幅左右 我們把鏡頭拉遠 可以看到這一台的車身的線條呢 它有兩個比較特殊的線條 會造成車子 感覺起來會流線很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好了 師傅幫我拿個燈好不好 謝謝 這是前面的部分 後面的話呢就是 Toyota最新的TNGA的底盤呢 大躍進的地方了 這一台車的TNGA底盤呢 我們之前像是12代的 Artist 或者是CHR 還有RA4的話 我們好像還沒有機會拍過影片吧 那像CHR啦 還有12代的Artist 我們都有在YouTube上面 都有跟大家做影片的分享 後面的懸吊系統其實都差不多 它是一個 上座呢 外露上座在這裡 後面的上座 那算是一個多連感的懸吊系統啦 彈簧跟避震器呢 是分開的一個結構 那它的上座呢 是跟VH的設計一樣 這個上座呢 是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所以上座呢 我們就把它設計成 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在上座的下方呢 這裡有一個藍色的調整機構呢 這個機構呢 就是在調整軟硬的 跟前面的調法一樣 瞬時針的話它變硬 逆時針變軟 所以它後面的避震器的擺放的 比較靠近支點 所以它的整體形成呢 是比較偏短的 那至於後面的彈簧呢 跟避震器 它的彈簧呢 HiloKey在這裡 上面的橡皮呢 這一個 這個是要沿用原廠的 下方的話呢 也都是沿用原廠的 這條彈簧是大概打到 230mm左右 那這一個的安裝的技巧呢 就是一樣 如果車友們有常常看我們直播的話呢 就是特別要留意 後面的彈簧呢 千萬不能壓縮過多 壓縮過多一定會不好做 那後面這裡有一些專用的防塵套 這個都是我們給這台車呢 專用的規格 那其實原廠的下方拆下來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防塵套 那如果技師呢 在安裝的時候 可以用小儀式 把這個原廠的防塵套把它挖掉 我們最主要呢 是要沿用這個 後上座的鋁箭 沖壓鋁箭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車 我自己個人呢 覺得最漂亮的是它的尾巴 好 那現在師傅呢 還在施工的是另外一邊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當這台車呢 車高有降低的時候呢 會建議呢 車友要改還要一併改裝的東西 像是後面的 這個部分呢 這個是一個原廠的仰角 那原廠的後面的一個 竖角的角度呢 在這個地方 鏡頭拉不過去 我用手指 在這個地方呢 它原廠呢 就能夠做竖角的調整 也就是投影的角度 可是呢 當車高降低之後呢 後輪的Camper角度 會變得比較趴 所以它的後輪呢 就建議呢 如果降低的幅度有比較多 或者是說 車友使用的 車子的狀況比較頻繁 一天開個80 100公里的話呢 那就會建議呢 要改仰角調整器 讓它的後輪的角度呢 不會太趴 能夠延緩呢 輪胎的摩耗 讓輪胎的摩耗呢 比較不會有異常的狀況 如果 車友要降低的高度比較多的話呢 就會建議要改這些東西 就是要改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另外一邊呢 師傅現在在安裝的就是 它要把原廠的上座呢 把它塞下來 來沿用 這是原廠的上座 原廠的後上座 所以這個後上座呢 是要把它分解開來 然後來沿用原廠的後上座 把它鎖到我們KT的上座 有一點膩光 這個呢 就是它的車身呢 水平的感應動態 如果拆下次閉的時候呢 建議啦 不要偷懶先把它拆掉 比較不會把這個感應器的 把它拉到壞掉 這台車基本上已經有改了鋁圈 那整體的車高呢 降下來之後的氣勢呢 一定很非凡 一定很好看喔 OK 以上是今天的KAMERY的安裝 8代 8代的安裝的影片 如果大家對產品有任何問題呢 可以到我們KT的粉絲團 FB的粉絲團 可以詢問我們家的小編 謝謝大家 掰掰